刚刚又出了一辆Toyota Crown 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辆车 1.4 Turbo 前驱车 他们讲 哇 厉害 好轻 哇 改了200匹 哇 很爽 真的有没有这样爽先 Suzuki Shift 鱼烟 以前我们在Sepang 看很多人跑Sepang 都是用Suzuki Shift 因为它可以符合1.6NA那个规格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呢 有原装组 也有改装组 那么1.6一直以来都拿了很多第一名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很多是用Zack 31 然后慢慢有Zack 32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这款就是Zack 33 最近出的啦 那么现在也变了 叫Turbo Engine 了 那么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开始 进这辆车来做成Trad car 因为曾经在日本那边啦 他们也拿这辆车来跑 甚至有一些跑车都跑不过它 啊 为什么 它又小又轻 马力又大 又前驱 他们又会改前驱哦 前驱又改到好哦 这样怎么办 赢咯 就这样咯 这辆车是福利原装啦 我们也卖了很多台的 其实那么今天我就想 抓一抓 因为这个黄色我觉得是蛮cute的 那去算命的时候 他们讲我黄色对我很旺 very good 还有金色 因为我只看到这辆 黄 还有另外一辆什么车是金色的 M4 F82 好各位我们现在就去 简单的try一下 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客人的车 那么其实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这边 我觉得这个 有点mini mini feel 而且头的位置是很够的 我以为这辆车很窄 其实坐下去还好叻 不会叻 而且clutch 西北容易放哦 一度放clutch它自己会转的哦 哇你看我们这种加manual的人 太简单了吧 哇你看 我可以把那辆manual车 驾到比auto还要auto 回转半径可能会少一点 毕竟它是一个funnel drive啦 但是讲真它meter里面呢 可以看到西北的东西 很爽一下 你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Motion sensor啦 Motion 写着Torque power 你看它acceleration 它可以计算 你可以看回你上一lab brake多少 如果你放brake 你看它会少哦 那么你可以看到哦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bust 还可以看平均油耗 时钟Motion sensor 哇 Torque power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Torque power OK 好 现在我们就简单试试驾一下 看它感觉怎样 热也热 够了 喂很推的嘞 哇很推下的嘞 哇我们小看1.4 turbo了嘞 What the hell Not bad诶 哇 哇这辆车可以哦 难怪啦 人家 日本拿来fight那种GTR 那种几百匹几百匹的 这样小小量还是快过啊 真的很轻这辆车 哇没有想到哦 真的有力一下咯 套很高叻 哇 快了叻这辆车 这辆车如果真正要fight啊 找谁fight你懂吗 你看Jazz那种等时啦 不用讲先 我觉得它的这个快的程度 叻 其实是可以fight 好像你讲Warswagen 1.4 虽然它们Turbo有些 Boost更高 更高的马力那些 但是 you know that European car the body is fucking heavy 他们小小吃那个macaroni啊 那种长大 所以 他们这也 看下来 嗨 那个米一粒粒吃 你知道吗 所以是不一样 他们吃赤身 他们吃sushi的 那个 不一样 那个每天早上 吃面包喝牛奶 macaroni pagate 不是 German people bro Nervous American German他们吃German sausage 喝啤酒 哇 我的云人可别啊 其实讲真加上去很轻巧 很容易提速 难怪改了可以超越这样的车 车轻就是一辆车的本质 即使在MXY也是一样的效果 但 但这辆 如果这个 engine可以放在MXY 是很棒 哇 难怪这辆车是我们可以卖那么多了 因为一种车其实讲真一点都不贵 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去看这辆车 大概要多少钱左右在日本那边 它给你那种200匹的那种G force 但是它真正没有到200匹 手感讲真啦 没有FL5 FK8 甚至是超过MPS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加强的 因为 现在 整个日本 即使我们去到日本啊 很多那个我们去那个 autobux 那些啊 可以看到 11倍多人在改Shift 11倍多人在改那个 用MX5 body那个outbuff 124 很多这个的改装件 不管是 Exhaust Turbo Suspension 什么Camber Kit 整个autobux里面 它专门开一个区域 给那个Aubuff 124 还有那个595 然后再开了一个区域 给这个Suzuki Shift 所以各位 这辆车的改装件 跟改装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 JP人都很愚蠢的 如果不好玩这个东西 他们不会出这样多东西来卖的 这辆是一辆R车 我们可以看到 走了8000公里 旁边这个门换过啦 旁边有一个Den小小哥 我算出来那个价钱哦 其实是吓到我的耶 它119千 比较OK的就是这个2019年的 然后 4.5分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60个月车 就是足足5年的车啦 卖着的价钱呢 其实都是90多千 95 96千 如果你买Cash的话 就再便宜一点点的1000块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2019 4.5分车大概是90几千 然后 2022年 好一点的可能就百二百三千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台车 又德国 又手牙 又前驱 啊 maintainance 又低 然后玩的改装件又多 你要HKS 他有奇奇怪怪的 suspension 他也有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玩的 我觉得这台车是非常不错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哈 要怎样呢 啊 早看一波啦 ok啦 没有问题啦 那么今天我们的video 就到这里